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军拍片炫耀8964镇压勋章 紧急下架 疫情与经济不佳 致财富缩水 中国富裕家庭减少 东京公寓房价暴涨近40% 中国人不眨眼狂买 一带一路没钱了 中国工人撤离非洲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疯传习近平皱眉闭眼罩是真的吗? 据自由亚洲报道 近日网络疯传一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期间的照片 照片中他闭眼皱眉 表情扭曲 也有多家媒体报道 政论节目讨论时使用这张照片 这一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期间闭眼皱眉 表情扭曲的照片 引起多家媒体报道 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疯传 但也有许多网民质疑照片的真实性 有人留言 这应该是境外势力用AI做的假图 还有人发文询问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这张照片是真实的而非合成的 经查该照片出自英国每日邮报3月11号的报道 习近平出席全国人大闭幕会议期间 被媒体捕捉到拿起桌上茶杯喝了一口之后 紧闭双眼皱着眉头 面露痛苦表情 就像是被杯里的东西烫到 报道指出 尚不确定习近平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面部表情 他周边的人员似乎也没有注意到 每日邮报的照片左下角标注来源为美联社 但没有提供其他资讯 记者在美联社图库搜寻习近平 随即找到这张由记者能憨古往在上周一11号拍摄的照片 经查核这张照片并非AI生成而是真实画面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一窝蜂追捧习近平 中共官媒也看不下去 据中央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新制生产利益词 近来成为中国热门词语 但中共官媒经济日报13号到18号连续发表5篇阐述文章 其中直指不能把什么想法举措都披上新制生产利的外衣 且一旦滥用更容易迷失发展方向 3月上半月正值中国全国两会举行期间 大小官媒开足马力宣传新制生产利 一时中国政坛媒体学术企业界纷纷言必称新制生产利 西安科技大学更在3月初火速成立新制生产利研究中心 且由校长亲自挂帅主持这一中心的事务 两会结束后 经济日报13到18号 便接连已惯用署名金官萍发表5篇文章 阐释如何发展新制生产利 其中一些段落对中国先前一窝蜂吹捧 甚至言必称新制生产利提出意见 其中3月13号题为发展新制生产利 要从实际出发的第一篇文章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到的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利 并不是传统经验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制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利 文章提到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 但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方式方法 要与时俱进 要创新发展 要提制升级 而3月16号题为发展新制生产利 要防止一轰而上的第四篇文章提到 发展新制生产利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要防止一轰而上泡沫化 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文章指出 如今中国某些城市推出文件 将人工智慧 云端计算 大数据 5G通信 机体电路等一股脑 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以生产要素机械性同质化堆叠 培育产业集群 反映出的正是在全局观上的欠缺 发展新制生产利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需要成事而上 善作善成 至于3月18号题为发展新制生产利 要找准着力点的第五篇文章则提到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新制生产利都有明确的内涵和外言 不能把什么想法 什么举措都披上新制生产利的外衣 甚至不顾实际条件 硬往新制生产利上靠 文章直指 套概念 讲空话 喊口号 对新制生产利的泛化和滥用 不仅容易迷失发展方向 更会措施发展机遇 对发展新制生产利 既要有足够的热情与敏锐 也要保持必须的清醒和冷静 明确本地发展定位因地质疑 找准着力点 谋定而动 公安部等四名省部高官近日相继落马 综合媒体报道 近日多名中共省部级高官落马 包括原公安部高官刘岳进 湖北省原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江波 原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 以及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 长期在中国公安系统任职 副部长级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岳进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他曾是前中国公安部长郭生坤的助理 刘岳进在公安部禁毒局长任内声名确起 破获的案子后来被拍成电影《湄公河行动》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月18号发布 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岳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65岁的刘岳进在公安部历任办公厅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长 国家禁毒委副主任 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 公安部部长助理等职 2015年12月任公安部反恐专员 党委委员2020年离任 星岛日报报道 刘岳进在公安部禁毒局长任上 带领专案组成员破获2011年金三角中国船员遇袭案 该案后来被拍成电影《湄公河行动》 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指导 中国几年前曾大力清洗公安系统 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前司法部长傅政华 前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 前山西省公安厅长刘新云 及前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人 曾在2022年被判刑 同一天 湖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江波 因涉嫌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贪污受贿等被调查 另外 陕西省人大副主任李金柱 涉嫌受贿案周一被提起公诉 李金柱去年12月被逮捕 通报称 李金柱任陕西省宝基市委副书记 陕西省榆市市长书记 陕西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务期间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近日落马的中管干部还有 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 李显刚曾任黑龙江双压山市市长书记 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 省人大副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医疗反腐首名院士田伟被带走时 吓到大小便失禁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去年展开的医疗反腐继续上演 此次铁拳打到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 北京积水潭医院前院长田伟 由于是首次有院士被带走调查 故被视为这一轮医疗反腐的标志性案件 经济观察网报道 经多个权威消息员确认 田伟因涉嫌贪腐 在上周二十二号前后被带走调查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 在春节之前 纪委监察部门曾评估是否要带走田伟调查 最终还是决定抓了他 根据网传的聊天图片 有爆料者指田伟夫妇晚上被戴上手铐带走 田伟当场吓尿 被戴上车后更是大小便失禁 家中搜出财产达三到四亿元人民币 中科院工程院院士是中国最高学术荣誉 地位尊崇 而田伟在骨科领域影响力巨大 鸡水滩医院的骨科专业 更常年排名全国第一 今年65岁的田伟 拥有日本国立红前大学 古外科专业的博士学位 是中国骨科手术导航和机器人 临床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被评为中国电脑辅助骨科手术领域的先驱者和主力军 央视还曾以一心向党为题专访田伟 讲述中国自主研发的骨科导航机器人 如何令世界震惊 田伟2017年被授予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名誉院士 2018年当选为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20年田伟卸任积水滩医院院长职务 并获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1月初在第20届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曾发表讲话称 要严惩营滩衣服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当中尤为令人关注的是 他把反腐目标指向金融医疗基建等领域 分析认为习近平在肃清党内高层效忠问题后 再以反腐作为政治工具延伸至基层 一方面为收割民心 更重要的是巩固其独裁政权 去年先起的医疗反腐风暴 超过200名医院党委书记会院长被查 曾经主管国家医疗改革长达五年的 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去年8月也告落马 当局还设置所谓廉政账户 让医疗系统涉滩人员上缴违法所得 路透社称普京五月访华会见习近平 根据五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月将出访中国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这可能是普京展开新总统任期后的 第一个海外访问行程 这些不具名的消息人士中的艺人告诉路透社 普京将访问中国 相关细节获得另外四名消息人士单独证实 另一名消息人士说 普京的中国行可能安排在五月下半月 两名消息人士指出 普京的访问会在习近平一计划出访欧洲前进行 克里姆林宫拒绝评论 中国外交部为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俄罗斯3月15到17号举行总统选举 普京连任成功 昨天西方国家谴责这场选举不公平也不民主 中国、印度、北韩则恭贺普京赢得新的六年任期 凸显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全球地缘政治裂痕扩大 随着美国及其盟邦对中俄两国寄出制裁 近几年中国已经加强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军事关系 普京2022年2月访问北京时 中俄曾宣布彼此的伙伴关系尚步封顶 几天后普京便发动侵略乌克兰 外交官和观察家说 他们预期普京会把中国当成连任后出访的第一站 普京预计在5月7号左右正式宣誓就职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火箭军拍片炫耀8964镇压勋章紧急下架 据一平新闻网报道 中国解放军火箭军昨天在哔哩哔哩影音平台发布影片 一名女军人展示父亲曾获得首都卫视勋章 结果影片被紧急下架 因为即便是解放军也不愿提起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首都卫视勋章是中国当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之后 颁发给戒严部队官兵的纪念章 该名女军人在影片上开心表示 这一枚首都卫视纪念章 就是父亲过去在天安门执勋时获得的 结果影片被骂爆 网友们纷纷留言 要人回忆起8964是吧 残害同胞还炫耀 这就是解放军 屠夫纪念章 为独裁者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 得来的荣誉新章 按说他爸应该有觉悟 估计拿奖章没问过他爸 得多无知才能以此为荣 或者说得多坏才能以此为荣 双手沾满无辜的人血还沾沾自喜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疫情与经济不佳制财富缩水 中国赋予家庭减少 据中央社报道 疫情影响加上经济不佳 使中国有钱人的财富缩水 据2023胡润财富报告指出 2022年中国资产于人民币1亿元的家庭数量 较前一年减少了3.8% 同时资产于600万1000万的家庭 分别年减0.8%及1.3% 综合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胡润研究院今天发布 2023胡润财富报告 显示2022年中国的富裕高净值 超高净值以及国际超高净值家庭的数量 较前一年悉数下滑 据报告中国2022年富裕家庭 共514万户 年减0.8% 高净值家庭共208万户 年减1.3% 超高净值家庭共13.3万户 年减3.8%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 年减4.1% 剩7.4万户 根据报告定义 富裕家庭是指拥有人民币 600万元以上的资产 高净值家庭是指拥有人民币 1000万以上的资产 超高净值家庭 则是指拥有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资产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 则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 胡润百副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分析 由于2022年受到疫情冲击 加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 中国15年来第二次出现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 总财富也比前一年下降了3.6% 跌至人民币158兆元 据2023胡润财富报告说明 这份调查是统计截至2023年1月1号 为止前一年内中国家庭财富的变化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东京公寓房价暴涨近40% 中国人不眨眼狂买 据自由财经报道 根据最新研究报告 日本各地新建公寓的平均单价 在2023年攀升15.4%至5911万日元 约为250万元人民币 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 其中号称日本房价晴雨表的 东京23区平均房价 比前一年上升了39.4% 至1亿1483万日元 约为549万人民币 大幅刷新2022年的历史最高价 英文媒体报道说 研究机构表示 由于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 日本各地的新建公寓的平均单价持续上扬 其中东京的神奈川县 千叶县和齐域县这三个临近县的平均单价 更飙升28.8%至8101万日元 约为387万人民币 不过新建公寓供应量却下降了9.1% 主要受惠中国赴日买房的人数大幅增加 对此 日本房地产工作者指出 其实从2015年开始 中国买家投资日本房产逐渐增加 去年中国放松防疫限制 加上日元贬值 促进日本当地交易量持续上升 日本房地产工作者也透露 2015年 他的公司仅有10%的客户 是从中国专程赴日买房 但到2023年就飙升到了40% 中国买家喜欢繁华地段的公寓和配套齐全的塔楼 买地自建房的也有 另外报道指出 可欣赏到东京铁塔 东京晴空塔 彩虹桥的丰州塔楼已经是著名的中国人居居区 当地上班族更称 这栋楼20%都是中国人买的 公寓里团购中国食品送货的也是中国公司 而东京市政的调查显示 过去五年 丰州塔楼所在的江东区 佣房的中国人增加了14.8% 而奢华住宅集中的中央区 品川区和港区内 去年佣房的中国居民则增加了20% 事实上根据东京官方统计 去年约有近63万外国人常住在东京 其中中国人超过25万 一位中国受访者表示 过去较多人倾向在欧美市场投资资产 但因为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欧洲经济衰退 又受到战争影响 才将投资目标转回亚洲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一带一路没钱了 中国工人撤离非洲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 已经下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准 从2015年的263,696名的高峰 下降到2022年的88,371名 而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新一年的数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负责中非研究计划的学者 布劳提干表示 虽然2023年的数据尚未出炉 但不太可能看到有高过2015年的水准的数字 美国之音报道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研究计划 分析了2009年到2022年的数据 将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下降的部分原因 归咎于疫情 中国工人因此离开非洲 而中国直到2023年初才重新开放 但专家表示 这些数字下降也受其他因素影响 包含油价 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缩减 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 有许多中国人被派到非洲 从事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2022年中国工人最多的五个国家 是阿尔及利亚、安格拉、埃及、埃及利亚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尽管阿尔及利亚和安格拉的工人数量仍然领先 但下降幅度也最大 布劳甘提认为 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大幅下降 可以用油价来解释 这些非洲国家高度依赖石油出口 用石油来支付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 举例来说 安格拉2002年内战结束后 中国帮助重建 中国提供的20亿美元贷款 由石油支撑 但之后国际油价下跌 安格拉陷入了债务问题 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全球部的研究员 陈运南也和布劳提干持类似看法 并不认为中国驻非洲工人的数量会激增 陈运南说 自2022年以来 一些建设可能已经重启 但我们知道中国融资的项目总数量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过去几年给任何新的项目交易泼了冷水 所以我预计这些数字不会很快大幅增加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